1997年 九叔林郑英离我们而去 于是就有人说港片再无僵尸 不过话说回来 在后林郑英时代 僵尸片的悄然而逝不无缘由 一是题材敏感 毕竟不鼓吹迷信的风气 导致投资方的放弃 二是大师的离别 电影人才的青黄不揭 西片的抬头渐渐侵占了主流电影的市场 不过即使在如此不景气的电影市场之下 有一部沉寂已久的僵尸题材死灰复燃 那就是2013年香港富二代麦俊龙导演的僵尸 这是继林郑英后最好的僵尸片 电影中不仅纪念了英书 还最具细节表现的电影 电影中有英兵借到的桥段 他们带着伞 穿着高脚木履 这个画面给我的震撼 仅次于新僵尸先生中的红白双杀 尤其是最后的大战 五行镇降服僵尸的画面真是精彩绝伦 电影开头的BGM就在致敬林郑英 这首鬼新娘是僵尸先生的插曲 僵尸先生是林郑英的成名电影 这部电影也代表着僵尸片的开山之作 英书走后 僵尸片就此落寞 曾经凭借僵尸片宏集一时的动作影星 林郑英的徒弟钱阿豪 事业和人生跌入谷底 他带着随身家当入住了一栋尘破老旧的公寓 这里细节满满 阿豪来的这个房间上之锁 保安燕书在进入房间的时候 先敲了敲门 然后点了支箱到处拜 进屋要叫人 进庙要拜佛 这代表着这间房子不简单 阿豪不在意这些 他给了燕书一张钱 以后还要麻烦他了 给钱的意思是 阿豪来到这里是要自杀 自杀后的处理事情还要交给燕书帮忙 燕书走后 阿豪将曾经的戏服拿了出来 太极张三丰 董天宝的戏服是最亮眼 我命由我不由天 这是阿豪最霸气的角色了 凭此还拿下了最佳配角 阿豪陷入了回忆 一家人在餐桌上吃饭 突然儿子和妻子开始翻白眼 餐桌上血流涌动 这说明阿豪的妻子和儿子也离世了 孤身一人的他准备自杀 注意看这一段 这真是所有自杀情节电影中拍的最写实的一个 阿豪上吊前夹着一根烟 是用特写的手法干的 然而在自杀过程中 他的手却滴出了水 在佛教中有一部论著叫《瑜伽师地论》 上面有章节是描述人到众生的生老病死的 讲述了死亡时的种种迹象 根据这部著作 俗婆世界的众生皆由地 水 火 风四大元素构成 在人即将要死亡的时候 刚开始是大地元素的散失 对应的就是身体各部位变得很僵硬不能动 就像被大山给压住了一样 在大地元素散失之后 人还会有点意识 紧接着就是水元素的散失 全身冒出冷汗 就像电影中的一滴滴的往下流 这个水大元素散失了以后 人几乎已经失去了意识 也就是魂魄快要离体了 就在这时房间产生了一洞 白不飘起 阿豪被鬼附身 为什么刚刚鬼不出现 而现在出现呢 大家都知道 鬼会找提身 横死这人死后不得超度是没办法轮回的 并且会重复死亡时的痛苦 同时无法离开自己死亡时的地方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能脱离痛苦 他们就会抓提身 让同样死亡的人 代替他们的位置自己去轮回 找提身的意思 就是附在快要死亡 或者阴气很弱的人身上 其他的人鬼无能为力 因为大部分的鬼是看不到人的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时候鬼会出现 阿豪被附身后开始挣扎 这段的画面是极其的诡异 一个先锋道骨的道长出现 将绳子割破 道长伸手不凡 迅速念动口诀 咬破手指 垫在了阿豪的额头 道士是有修为的 他们的血可以施法戒法 按住阿豪的印堂 是为了震住阿豪体内的鬼 让他不再那么暴力 趁鬼被镇压 道长将阿豪放在了镜子前 镜子中展现出了鬼痛苦的样子 镜子其实是一个很有灵的东西 就算是最普通的镜子 对鬼也有效果 原魂最怕的就是照镜子 因为镜子可以照出真实的自己 鬼照镜子会非常的痛苦 如同全身在烈火中燃烧一样 可以看到镜子破裂 阿豪眼睛发红 鬼被逼出了体内 而鬼的怨念化为污浊 就堵在喉咙口 被阿豪全部给吐了出来 左邻右舍都来查看发生了什么事 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两个人 一脸慈祥的阿婆梅姨 一脸阴沉的黑衣男人阿九 尤其是阿九 后面的事情都是他搞出来的 劫后余生的阿豪坐在凳子上回顾往事 镜头给到一组照片 嬴叔 许冠英 钱阿豪 活着的如今剩下钱阿豪一个了 看到这一段真是让人泪目 晚上阿豪发现屋外 总会有一个女人停留在此处 阿豪打开门后 女人十分的害怕 他牛头一看 房间中有一个吊死的女人 阿豪来到楼下餐厅找到道长 道长用自己独特的手艺 给阿豪炒了一碗糯米饭 干净又尾声 惊喜的是 这里的服务员是阿威队长可串的 在吃饭的时候 梅姨走过来关心阿豪 梅姨十分的热心肠 左邻右舍 有衣服需要缝补的时候都会找他帮忙 阿豪不知道怎么整理戏服 也拿给了梅姨 梅姨善意提醒阿豪 你住的那个房间有问题 让他尽快搬走 阿豪夸道长饭炒得很好吃 阿有苦笑 饭炒得再好吃又怎样 他的曾祖父那一代就开始当道长 出门都会带着糯米 糯米不是用来炒饭的 而是用来止僵尸的 从阴阳五行学上来讲 糯米也是属于五行俱全的物品 而且除此之外 糯米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主要粮食之一 在以前缺一少食的年代 粮食越多的人家越富裕 所以糯米有一层吉祥美好的意思 九叔僵尸片中运用到的驱邪知识 都是借鉴于道教以及各种民间传说 所以在僵尸片中 糯米从食物变成了可以去除尸毒的重要法宝 以前的道士 每个人都有熟识的米铺 代代相传 到了阿有这一代 僵尸全没了 道士也就没人找了 就只能靠着炒糯米养活自己 梅姨的丈夫东叔半夜出门倒垃圾 在楼道中看到了一个小鬼 不慎跌落楼梯摔死了 梅姨和东叔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她接受不了现实 梅姨找到专修血法的九叔帮其还魂 九叔就让梅姨进行练尸 练尸要挑一个四阴质地 先用泥土覆盖尸体 然后用阴气最重的香山木棺 安置东叔的肉身 一定要远离地面 用乌鸦血来代替鸡血 鸡血为阳血 乌鸦血为阴血 九叔想控制东叔识变速度 所以不想用急阳血 慢慢喂阴血 放缓失变速度 最后用铜钱做成面罩枕压 防止失变 七天之后 头七回魂 东叔就能回来 没疑问九叔 如果真的来不及怎么办 九叔还有一个办法 但不到万不得已 九叔是不会用的 当然 九叔的目的不会那么简单 他得了肺癌晚期 一只脚踏进了阎王帝府 九叔一直在用养鬼续命 晚上阿豪回去 看到了那对母子 两人像是看到了什么恐怖的画面 抱着一起缠斗 鬼新娘B姐M起 远处出现了四大阴兵 这里的阴兵虽然镜头很短 但细节很多 他们撑着伞 穿着高脚木鸡 打伞是要挡阳气 阴兵游走在阳间 上不能见天 下不能着地 而木刻土 所以要穿木鸡 隔断地气 这个画面给我的震撼 仅次于新疆市仙上中 红白霜煞 这些阴兵 也不是平白无故出现的 他们是来抓九叔的 阿豪通过验书 知道了这对母子的故事 阿豪现在住的那间房子 原先是女人阿凤的家 阿凤的老公是一个大学老师 那天有对双胞胎姐妹 和她补习的时候 阿凤老公起了歹念 给妹妹玷污了 姐姐将她捅死后 自己也死在了刀下 妹妹最后也吊死在这间房中 阿凤下班回家后 看到如此惨状 再也不敢回到这间房子中了 就带着白化病的儿子 在楼道中住了下来 阿凤每天都要去房间看一眼 每次都被吓跑 但第二天还是回去 阿豪想要帮这对母子 他找到阿友 想让阿友将那一对姐妹赶走 阿友讲起了自己小时候的事 他身后的那些破通烂铁 是腹背传下来的法器 干他们这行的 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当年老爸将他寄放在邻居家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2442的事情阿友早就知道 但那对双胞胎非常可怜 他不想出手 阿豪回到房间后 被人泼了一脸鸡血 九叔将他活活勒住 在他头上贴了一道紫符 能拿出紫符 可以看出九叔道行不前 这里介绍一下符的基础知识 符的制作在道士看来 是沟通人与神的秘密法宝 所以不是随便可以乱画的 故有所谓画符不知窍 凡惹鬼神笑 画符若知窍 惊得鬼神开口叫的说法 符纸也是有等级的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白色 黄色 红色 这些是最普通的等级 初学者就可以用中级的颜色 蓝色 绿色 粉色 五色 介法者必须有一定的修为与道行 才能使用 颜色就对应了五行 水属性就是用蓝色 比如木属性就是用绿色 而最高的等级就是紫色和黑色 这两种颜色的符 可以借非常高深的法 对介法者要求极高 少有不慎会反噬介法者 会有减瘦的副作用 九叔这里是将阿豪的魂魄抽出 将双胞胎给引了出来 双胞胎附身在阿豪体内 和九叔打了起来 双胞胎怨念极强 九叔一人根本斗不过他们 最后阿友还是出手了 两人将舌头咬破了 用自己的血滴在 墨斗白线上用来做法 墨斗是木匠祖师爷鲁班发明的 墨斗主要是用来画长直线的 由墨仓 线轮 墨线 墨迁 四部分构成 墨仓里边放有倒入墨汁的棉纱 化线的时候墨线经过墨仓出来 在需要化线的地方一弹就有了印记 由于墨斗是木工行业化线的工具 也可以定准绳 化线方方正正 作为一种法器 寓意为良天地之正气 邪不胜正 鲁班也被民间和道教奉为神明 因此道教认为他发明的墨斗 也具有驱邪的威力 两人将其绑住封印在了仪柜中 结束之后阿友给了九叔一巴掌 用人命赢鬼大逆不道 阿友不忍心超度他们 让九叔解决 九叔肯定不会那么好心驱鬼的 他要用双胞胎进入东叔体内 以鬼续命 双胞胎驱赶走了 阿凤母子就可以回到房间了 因为对妻子和儿子的思念 阿友对母子两人甚是照顾 阿凤不敢面对桌子 就将桌子搬走 席地而坐 阿友闻到了大家身上 有一股药油的味道 大家的衣服都被梅姨给缝补过 再加上好几天都没有见过东叔 阿友觉得情况不对 燕叔告诉阿友 阿凤和他说 有个男人把东叔杀了 后面还有许多小孩跟着 然而他们公寓根本就没有小孩啊 这会不会是九叔搞的鬼 燕叔在楼道捡到了东叔的金牙 梅姨眼见东叔还不回来 就找到九叔 询问另一种办法是什么 东叔道 我要的童子血你买得起吗 这时燕叔来到九叔查看情况 他用喜糖将小鬼给引了出来 就在我以为九叔要动手时 结果是梅姨出手了 拿着石盆将燕叔砸了个稀巴烂 梅姨执念太深 已经入魔了 阿凤的小孩经常喜欢去梅姨家玩 阿友想要借他去查看一下情况 他在梅姨家门口朝里看了 也并无异常 也没闻到诗变的那股气味 这是因为九叔早就取了中药粉 来掩盖诗变的味道 结果上演了残忍的一面 我们注意看 九叔让梅姨拿下来的铜钱面罩 已经放在了桌子上面 这就说明梅姨早就有了 献祭小白的打算 这时小白刚好要上厕所 梅姨其实这里还是犹豫了一下 她再次问了一声小白 只要小白说不想 梅姨也许会反悔 她本性还是一个十分善良的人 但为了心爱的丈夫已经磨念入体 小白不知道等着她的是什么 她依然想上厕所 梅姨将小白拉到厕所门口 将她给推了进去 小白害怕了 她梅姨面无表情地关上了门 僵尸彻底复苏 阿友家中的五行罗盘 感受到邪碎滋生 也慢慢启动 阿九也带着莲花法器 赶去梅姨的家中 等阿又来到梅姨家后 发现地上都是血迹 九叔捂住了她的嘴巴 僵尸从两人身后跳走 九叔告诉阿友 这是她练出来的 她肺癌晚期 就开始养鬼续命 不过最近病情突然加重 小豪被双生女鬼上身那天 她也在 于是她产生了邪念 让女鬼为自己续命 原来 钱小豪是僵尸诞生的逃火索呀 怪不得她后面回忆 她能安静死去的话 大家都会平安无事 鬼是魂 想要利用 必须有一个容纳他们的躯体 东叔的嘴应该得罪过阿九 阿九就利用小鬼 将他给摔晕了过去 然而 小鬼不想让阿九 用别人的身体做坏事 就起了争执 导致东叔彻底从楼梯上摔死 而楼上的阿凤 刚好看到了这一幕 所以 阿凤才对艳叔说 有个男人把东叔杀了 后面还有许多小孩跟着 九叔的本意 不是要将东叔炼成僵尸 谁知 梅姨入了魔 让东叔喝了童子血 成了僵尸 九叔根本斗不过这么强的僵尸 现在只能靠阿友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了 钱贺道长直打高端局啊 另一边 阿凤还在寻找他的儿子 他找到了封印女鬼的柜子 阿凤以为儿子被关在了里面 就将封印给打开了 双生女鬼并没有伤害阿凤 东叔有魄无魂 双胞胎有魂无魄 他们会互相吸引 阿友在走廊用罗根开弹 用石油将僵尸引了过来 阿友怕阿凤出事 让阿豪赶紧找过来 阿凤这边看到了儿子的灵魂 知道了他是被僵尸所杀 阿凤拿起一根木棍 就要找僵尸拼命 母爱的力量是伟大的 可惜两者势力悬殊 阿凤很快就被僵尸给杀了 阿豪赶紧用火将僵尸给引开 让他扑倒在糯米堆上 然而这时双胞胎姐妹跑来 进入了僵尸的体内 这就造就了一个极其恐怖的僵尸 僵尸腾空欲起 用一根钢管穿过了阿豪的身体 阿豪这下命不久矣 他想叫阿友让自己多撑一会儿 了结这场劫难 最后以这种方式死去 也毫无怨言了 阿友咬破手指 写下了符咒为阿豪戒法 阿友让阿豪却把僵尸引到五行阵中 但只有一支烟的功夫 时间过去了 阿豪就会困在结界里出不来了 僵尸闻着尸油的味儿找了过来 法器启动 公寓完全变成了黑色 最后的大决战来了 先是水结界 地板下面冲出汪洋大海 将两人给震飞 阿豪凭借发的力量 与僵尸肉搏在一起 但毕竟是凡胎肉身 怎么可能拼得过坚硬无比的僵尸 还好木结界的时间到了 阿豪将尸体逼到死角 用藤条将它捆住 然后一根烟的时间 很快就要到了 结界又变成了土元素 地板变成了水泥 两人陷了进去 为了给阿豪拖延时间 阿豪废了一条胳膊 这时观众就会好奇 不可以人跟法器一起转动吗 这里给大家讲一下法器的用处 阿豪那个法器是用来打开结界的 用的时候把五颗钉子插进五根指头里 用自己的鲜血驱动 也就是说 阿豪需要一直站在原地维持结界 其他什么都做不了 针法开启之后 法器会开始转动 分别经历水木土金火 五种属性的结界 经过一周之后 正法结束 结界里面的人就再也出不来了 最后那场战斗 阿豪一直在用全力 延缓法器的转动 给男主拖延时间 他的手臂是被法器拧断的 而不是他自己 把自己的手臂拧断了 看到阿豪致富僵尸后 阿豪将自己的桃木剑扔了过去 然而这时结界来到了最后一个结界 三妹真火 焚烧一切 东叔和双胞胎姐妹慢慢化为灰烬 梅姨也知道自己一开始就是个错 和丈夫一起离开了 阿友点了根烟 吸了一口也离开了 最后一个道士离去了 电影的最后是 阿豪来到了这家公寓 路上看到了阿友 梅姨等人 他自杀后 阿友才发现 最后被送到停时间时 他的儿子找到九叔 来认领父亲的尸体 结尾的意思 网上有两种解读 第一种 刚开始所有的画面都是阿豪死后 七天回魂所想象出来的一出僵尸大戏 根本就没有道士和僵尸 他作为一个僵尸片演员 有放不下的执念 所以才会想象到 有一个道士出现救他 会有僵尸出现和他大战 只不过这一切都是异想 时代不可逆转的向前 还有一种解读 是阿友消灭僵尸后死前的幻想 大家都好好的 阿友没有死 燕姝没有被杀 梅姨在东叔后面走了出来 九叔也不是坏人 而是一个法医 儿子也没死 只要他一人死了 大家都有美好的结局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是自杀前的幻想 他根本就没见过九叔呀 这点其实前小豪在采访中也说了 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然而把中发安排成法医 是有寓意的 电影中中发是癌症晚期 靠灵鹰的骨灰续命 对应最后在停尸间 每日一苹果 医生远离我 这真是一部诚意满满的怀旧之作 《僵尸》是一部向传统僵尸片致敬的电影 由麦俊龙指导 钱阿豪 陈友 慧英红 楼南光 暴起镜 卢海鹏 吴耀翰 中发连妹主演 能看到一部这样的佳作 真的很感谢导演麦俊龙 麦俊龙从小爱看僵尸片 很希望僵尸片原祖籍人马 林正英和许冠英出演 可惜二人已先后离世 在最初的剧本中 麦俊龙为许冠英准备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他觉得许冠英有一种很独特的喜剧感 而他写了很大一段重头戏 想请许冠英来演 写完第一稿 有一天晚上 麦俊龙的朋友打电话给他 说许冠英去世了 麦俊龙后来说 那种感觉好不开心 当我知道他不在的时候 我就把那个角色删除了 至于林正英 麦俊龙说 林正英更加是僵尸片里的经典 但是他去世太久了 写这个剧本的时候 就知道不可能找他拍了 我相信如果他们在世的话 这个电影整个故事会不一样 麦俊龙认为 每一种东西都有一种遗憾 这些去世的老一位电影人 就是属于僵尸的遗憾 最后找来当年主演过 僵尸线上的老牌动作影星 钱阿豪 而为他搭戏的陈友 龙南光 吴耀翰 当年也都是常见于僵尸片中 颇具怀旧意味 出出茅庐的麦俊龙 就能拍出这么优秀的电影 正是由日本恐怖电影大师 青水虫协助麦俊龙 他在片中出任监制 曾经僵尸片风靡香港 如今还是消亡了 红线糯米金油菜 不见当年林正英 那么你觉得 关于这部电影 结尾哪个猜测更正确呢 欢迎打在评论区 和大家一起讨论 好了 今天的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求求大伙点个关注吧 你们的点赞 就是我们最大的坚持 孟德四九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